鳳梨斬钉截铁的表示 那绝对不是冯玉婷本人在操作 而是一个假人色 是由一名男性在背后操控 这就是一个假人 他是一个假人色 他是一个男的 高性嫌犯 鳳梨语气激动的说道 一人鳳梨经20日下午现身加益的检署 顺势对人气部落客冯玉婷提出告诉 指控他涉及妨害电脑使用 加重毁谤以及妨害名誉等多项罪名 这次法律纠纷是两人长期对立的延续 鳳梨指责冯玉婷在网路上散布一些不时指控 造成她的声誉受损 在抵达的检署时 鳳梨对媒体强调 这次前来是要告发冯玉婷 而且罪名并非仅值预向 有很多条 包括妨害电脑使用 加重毁谤 妨害名誉等 鳳梨语带坚定地表示 当被问到是否期待今天能够见到冯玉婷时 鳳梨则回答 要看她愿不愿意来吧 从鳳梨的言语中可以感受到 她对于这起纠纷依然充满着敌意和不信任 随后 记者追问鳳梨是否对冯玉婷使用的网路账号有所怀疑 鳳梨斩钉截铁地表示 那绝对不是冯玉婷本人在操作 而是一个假人社 是由一名男性在背后操控 这就是一个假人 他是一个假人社 他是一个男的 高兴嫌犯 鳳梨语气激动地说道 她指出 这个人在网路上假冒冯玉婷的身份 欺骗大众说自己是真实存在的女性 她就创造一个假人社 欺骗社会大众说那是她本名 他是真人 他是柔弱的女子 鳳梨义愤填膺地表示 她表示 对方在网路上对自己做出一些不当行为 包括说自己有社后不理的情况 这都造成了她很大的影响 这种垃圾一定要告诉她 鳳梨语旦怒意地说 她明确表示 绝对不会对这种行为姑息 一定要将对方告上法庭 事实上 这并非鳳梨第一次针对冯玉婷的身份做出质疑 过去她曾多次在网路上表示 认为冯玉婷的账号背后 其实是由于对高姓夫妻在操作 而非冯玉婷本人 对此 冯玉婷一直坚持自己的女性身份 并于否认 不过 鳳梨显然并不买单 她今天的激烈表述更加验证了 她对这个问题一直怀有强烈的怀疑和质疑 这起纠纷的背后 无疑反映了两人长期以来的矛盾对立 过去两人就曾多次在网路上针锋相对 互相指责对方有各种不当行为 现在鳳梨终于采取了法律手段 希望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这场漫长的明星纷争 无论结果如何 这起案件无疑将持续引发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一人之间的纷争向来容易引发舆论的乐意 而且涉及的指控性质也颇为严重 这场官司的走向 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证实他已与受害阿嬷的家属取得联系 并亲自到阿嬷的灵前上香 90度鞠躬道歉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所以还钱了没 脸书全是赞美 我快笑死 网红凤梨吴宏毅自从爆红后的过去行为 引起网友议论 他17岁时曾假冒检察官 诈骗一名阿嬷47万元的积蓄 尽管当年已经道歉 且承担了相关法律责任 但这段往事仍被一些网友拿来作为攻击的题材 令凤梨感到无奈 为了弥补此事 凤梨在8月23日于其脸书上分享了一组照片 证实他已与受害阿嬷的家属取得联系 并亲自到阿嬷的灵前上香 90度鞠躬道歉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凤梨在阿嬷的灵位前诚恳地双手合十 并与家属热情拥抱 展现真挚的回忆 这也获得了阿嬷家属的谅解和原谅 凤梨在贴文中写道 谢谢阿子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又再见到阿嬷一次 也感谢阿子一家人的原谅 当年我17岁 而现在我已经30好几了 虽然遗憾是以这样的方式再见到阿摩 但也总算是了却了我一个心愿 一切圆满 对于为何选在此时提及这件事 凤梨在留言处回应 不要问我为什么现在才讲 很多事情要经过很多时间跟过程 我不想再去解释那么多了 以上 他并呼吁网友给予他和阿嬷家属一些私人空间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所以还钱了没 脸书全是赞美 我快笑死 保姆别忘记了黑 被爆料了才在那边演戏 他只想原谅他自己 至少有道歉 还不算太坏 过去凤梨也曾因为相挺好友 而造成无辜保姆被受波及 他表示 当时是为了朋友发声 和为自己的感受抱不平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他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但他也了解到 可能有部分的行为 确实超出了应有的范畴 所以才会提前向公众质疑歉意 尊重司法的判决 凤梨特别提到 死亡女童的家属 仍在进行法律程序的申请 他希望网友们可以更客观 更理性地看待这一事件 他坦白说 如果因为自己之前 发表的文章或言论 对保姆家造成了困扰或伤害 他对此深感歉就 并在直播中再次起身鞠躬 向所有观众和涉事保姆道歉 凤梨在直播的结尾部分 表露了自己的真知情感 表示他非常渴望 回到正常的生活中 远离这一连串的非议和质疑 接下来的日子 我只会好好做我自己的事情 不再多管闲事 或是发表任何意见 凤梨说 他将以一名普通人的身份生活 继续捍卫自己应有的权益和尊严 针对近期网络上 对他的种种污名化 凤梨也提及了一些网络社团 和粉砖的不当行为 表示对于那些恶意诋毁他的人 恭喜你 你成功了 但他强调 自己将不再回应这些非议 而是专心过自己的日子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他认为网红似乎成了大众公审的象征 他进一步说道 我承担不起 并选择放下网红身份 将自己的立场线缩在个人的层面 网红凤梨 吴红义于过去高雄刺青师雕博案中 曾站出来为好友雕博发声 然而 案情大翻转 凤梨反遭网友炮轰 他的过去诈欺违禁药物前科被重新挖出 此情况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议 对此 凤梨公开坦承自己的前科 但坚决否认曾让前女友堕胎的传言 他在7月31日的直播中 向公众说明自己的立场 并在14分钟的直播中两度鞠躬道歉 凤梨在回应连日风波中表示 他认为网红似乎成了大众公审的象征 他进一步说道 我承担不起 并选择放下网红身份 将自己的立场线缩在个人的层面 凤梨在7月31日晚间的直播中回应说 他因为曾经在直播中使用粗笔语言 引起外界对他的不良社会观感 对此他深表牵引 他也表示 对于他去保姆家丢鸡蛋 撒明指的行为 当时他只是希望为朋友发声 站出来为朋友抱不平 他尊重司法判决 如果他的行为影响到保姆一家 他愿意向他们道歉 凤梨还指出 尽管他现在成为了重视之地 他依然希望网友可以客观 理性地看待此事 他透露 死亡女童的家属正在申请在意此案 他呼吁公众对此事保持冷静 然而 尽管凤梨公开道歉 蔡姓保姆却表示 他并不接受她的道歉 蔡保姆批评说 他的家被凤梨和其他网友破坏 他失去了保姆工作 现在只能从事清洁工作 以赚取微薄的薪水 他坚称如果当初凤梨没有在网络上发言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到他家丢鸡蛋 撒明纸 蔡保姆认为 这整个事件中 高雄市社会局应该负责 他认为作为保姆 需要有良民证 而家长也应提供良民证 他进一步炮轰说 政府单位退得一干二净 我还要跟这些人对不公讨 对此 高雄市府社会局回应 托育中心会依据家长的托育时间 媒合适合的保姆 过程中不会因为家长的职业而限制媒合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启小铅